一项高的苹果这次恐怕不得不低头了 欧洲议会在4号通过了一项电子新规 要求从2024年底开始 所有的手机 平板电脑都必须使用USB Type-C充电接口 注意啊 这不是让你二选一 而是二合一了 很遗憾 苹果就是备合的那个 我们知道目前不管手机还是电脑 充电器至少分两种 苹果的和不是苹果的 也因此就产生了不少的麻烦 比如说 手机没电了 找人借充电器 你得先说清楚是苹果的还是安卓的 而欧盟这次新规给的理由就是 充电头的规格统一 不光可以方便民众的生活 还可以减少大量过时的充电器 帮助消费者节省费用 他们还给了个数据 说光欧盟内部每年可以省下2亿欧元 还可以减少1000多吨的电子垃圾 老实说 这个规定呢 我也是举双手赞成的 尤其是当一家人有人用苹果 有人用安卓的时候 出个门就会有点麻烦 现在的智能手机 不管是华为 小米或者是三星 只要是安卓阵营的 基本上都是用的Type-C接口 只有苹果拒绝接受 它的理由是这样做不符合比例 而且会扼杀创新 但是这一次啊 可以说欧盟就是针对苹果的 而且苹果还不得不低头了 因为欧盟这招够狠 在理由上 以人民的名义 环保的初衷 手段上 苹果你要是不照做就是违法 直接占据了道德和法理的制高点 那苹果会不会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呢 我估计它就算是有想法恐怕也不敢用 因为苹果全球的营收里面 欧洲贡献了大约四分之一哦 只要脑子没进水 就不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充电头 丢掉这么大的市场 那苹果会不会搞出来一个欧洲特供版呢 也不是很现实 一家公司 两套标准 自己就先乱套了 而且欧洲已经迈出第一步了 中国 日本 韩国又会不会跟进呢 所以啊 与其扭扭捏捏的 还不如直接全改了算了 反正也就是一个充电头 但是 如果欧盟的野心 不单单只是针对这个充电头的 那苹果可能就真有麻烦了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欧洲是错过了互联网时代的 而互联网是赢家通吃的 生意做到哪 就可以在哪里剪羊毛收数字税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 欧盟总是以反垄断的名义 罚谷歌 罚Facebook 就是要把剪掉的羊毛给薅回来 苹果也是 靠着iOS系统 躺着收30%的苹果税 很多人早就看着不爽了 那这回 苹果封闭的产品体系 终于被欧盟敲开了一个细微的口子 虽然这次只是针对了充电接头 也就是硬件 但是以后会不会对软件 也就是iOS系统下手呢 可别说完全不可能啊 我们过去都认为 全球化肯定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可是谁能想得到 这几年保守主义又会卷土重来呢 最后呢 有没有感觉到 其实一个系统如果过于封闭的话 其实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自成体系 固然可以把护城河挖得很深 但如果你搞到别人都没法玩的话 可能就会有人掀桌子啊 比如说丰田的青能源 确实很牛 全世界一大半的专利拽在丰田的手上 结果呢 其他人为了不被他卡专利的脖子 干脆改玩电动车了 那么欧洲错过了互联网的20年 应该不会愿意再错过下一个20年 如果目前的牌局他始终无法参与的话 有没有可能真有人会掀桌子呢